我们今天所要想的题目就是我们完全的胜利二者 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节 就是在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在一起用餐的时候 他们那个时候在庆祝一月节 犹太人的一月节 这个一月节它的代表就是 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被解放的时候 因为他们在当时非常痛苦的情形之下 而神他本身来控制这个二者来解放他的百姓 这个解放是非常实际化的解放 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本来是做奴随的 现在可以很自由地离开那个地方 他们做奴随的情形 他们的生活非常困苦 神听见了他们的祷告 他们痛苦的时候的祷告 用摩西来带他们出外地 但是神所采放的时候 他们的情况好像不是那么受欢迎 因为神带他们到一个旷野的地方 所以说在地上他们有些人想要回到埃及 好像那边吃的东西比较好 所以我们要稍微问一下 为什么神这么做 当我们得到医治 当我们得到得胜的时候 好像这个得胜不是完全的得胜 因为神带他的百姓到旷野来显现他本身 让他们可以真正地了解这位神是谁 来认识,敬拜这位真神 所以他们在这个旷野当中 他们学习了很多功课 所以他们在空中 他们在行走的时候 他们会得到另外一种得胜 这一个得胜就是他们 本来他们的眼光 以前看的不同的那种得胜 他们需要真正地了解这位真神是谁 他们需要真正地了解这位真神是谁 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也希望神来解脱我们 来离开这个困难 用一个很简单很好的方法 我们看到这边神带他的百姓 然后过这个红海 然后又使他们的百姓 可以使 但是我们说 带他们出去埃及好像不是那么困难 所以最困难是把埃及从他们百姓的心里 拿掉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神用那么多的时间 那么多的年 在这个区域中间 让他们训练他们 他们需要用信心来行走这段路 他们需要信心来慢慢地学习 来依靠神来过日子 所以很有趣的是 那些百姓甚至摩西本身 没有进入迦南地 所以我们就在问我们 这种解放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解放从他们的百姓 他们在旷野但是他们不能进入到迦南地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那一句很出名的一句话 所有奴隶性的思想不能进入迦南地 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思想有没有改变 真正的改变 这个恶者我们需要去对付它 很多的时间我们要庆祝这个恶者被淘汰 但是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灵性上的得胜更重要 到最后这个以色列百姓进入了迦南地 然后在那边吃很多好的食物 但是他们同情 到世纪中和他的门徒们 在这个逾越节 就是在庆祝当时的这个历史 她们庆祝的方法非常重要 第一,就是她们非常简单 第二,就是大家一起吃 第三,就是她记得过去,来走将来 就是这个一月节的晚餐 当耶稣跟他们一起吃晚餐的时候 事情好像又複雅了 人所要抵抗的是抵抗恶者 恶者这里代表了困难,困苦 恶者这里代表了罪 我们在这边看到在埃及,不论是在海岸 现在我们在看这个特别在人的心里 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很沉重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就是这个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 当时就是最好的学生就在耶稣的旁边 在这个最重要的城市,耶稣里面 在这个最重要的城市,耶稣里面 而且是在一个当时最好的时间 就是大家一起在吃饭的时间 所以在这个最重要的时代的时候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沉重的事情 耶稣说,你们里面有一个人会卖我 会出卖我,这个很沉重的意思就是一起吃饭的人 以不然间这个称重的情感 因为他们是去喝,喝,喝,喝 不然间这种情感 不然间大家看别人 不是我,不是我 而且告诉我们说 这个要出卖我的人 他所要做的事 很久以前 上帝已经记录 已经知道了 这件事 甚至这样 耶稣并不停止 他所在做的事情 他继续在做 来庆祝 这个历史上的得胜 他就拿了饼 那一个饼 是很容易弄破的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 就是这个恶者 开始在显现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 如果耶稣开始显示自己的灵状,这些二者的权子似乎比较大 这个光与暗,善与恶,这两方面的敌对好像在这个时间开始显现出来了 所以耶稣说你们拿去吃因为这是我的身体 然后他拿了杯告诉他们说这个是我的血你们拿去喝吧 当这个二者在显现最高处的显现的时候,高潮的显现的时候 耶稣把这个最危机的时间把它改变了 这是圣经上的记载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在这个二者正在得胜最高峰的时候 也就是上帝在做功让这个恶的高峰把它改变得胜 就是他们在旁边的流量的时候也是当他们学习的时候 在这个二者最高峰的时候 然后神把它改变成一个世界上所纪念所以属神的人所集合的一个象征 所以当耶税就是当他很亲密的学生里面之一的耶税 在出卖他的时候 他就开始来做一个象征 这个象征就是这个新的开始,新的约 这个象征就是说这是我的身体,就是我的血 是为了你们来留的 所以现在我们来想这个敌对二者最重要的事情 很多人想说只要这个社会的水平或是经济的水平高的话 这个世界就会太平 如果把人把它从埃及带出来就全部的事情都解决了 但是这种的得证不够 就是我们在一生中所经过的困难和学习也不够 就是整个世界所有的教育所有的方法也没有把这个社会改成比较好 真正的得证是要在人的心里面 人的心灵里面来得证 所以在这个月节 在他们剥饼的时候 这个德上的记号现在要开始降在耶稣的身上 因为耶稣就是神的高养 来拿掉人的罪 就是他将他的生命放弃 来欺责为了我们 因为他牺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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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牺 最像是最重要的 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 没有在他的思想 在他的内心的改变的话 重生的话 他一定不能胜过二者 我们今天在生活上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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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发生里面 我们在生活上非常困难 现在我们的疑问就是说 我们要怎样去得 得胜这个二者 我们要怎样去对付这个二者 这个困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 但是在这个疫情里面 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 我们的发现就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疫情里面 人的态度 人的做法比没有疫情更糟糕 就是在这个疫情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真正的得胜 就是一个人把他自己的生命交在耶稣的手中 让他真正的来得胜 我们也发现在这个经文上 耶稣的心态很平静 耶稣非常平静 在这个二者的高峰的时候 耶稣平静地来圣福 父神的旨意 那么自然耶稣这么说 今天我们的一月节所过的这个节日 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很特别的象征 我们说这是最后的一月节的晚餐 但是其实是第一个晚餐 然后要继续地来纪念 等到这个最后一个完全的晚餐 耶稣说 我现在这一次吃喝以后 我不再喝这个葡萄酒 直到那一天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刚刚说 他的身体和他的血 要交在这个罗马人的手中 因为耶稣他预先得胜 还要喝这个瓶子 就是我今天把我的身体 把我的血 牺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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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们才可以真正地了解 什么叫做完全的得胜 不是肉体上的 不是社会上的 不是学习上的 不是得胜的 不是道德上的而已 不是灵性上而已 所以这个福音就是特别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它不是一个思想而已 它不是一个思想而已 它不是像孔子的道德观 它指导我们怎么做 它不是像孔子的道德观 它指导我们怎么做 它不是像这个社会 人家比较好的观点 它不是像这个社会人家比较好的观点 它不是像孔子的道德观 它指导我们怎么做 它是一个盼望给我们 一个象征 今天这个星期天 今天这个星期天就是我们庆祝的这个 这个星期天 所以我今天就有我的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在我们同一个信仰上 成为兄弟姐妹 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一个教会 我们有我们的责任 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等待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等待什么 也 apesar这个疫情 我们的病 也就是我们的病 也就是我们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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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我们的转弱 或是心理上的转弱 所有的一切 我们在有一天 我们要跟耶稣一样 从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身体的完全改变 来庆祝这个德圣 所以今天我等待着 我希望等待 我小时候就开始戴眼睛 但是到了那一天 我不需要再戴眼睛 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见 所以非常有趣的 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他们唱歌 他们唱歌 他们在赞美的时间 他们在赞美的时间 他们在唱歌 他们在庆祝 上帝得胜的那一支 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记者 没有说到这个音乐的方面 这个音乐是很特别的音乐 她记得到这个音乐 他们好像在讲 这个音乐的灵状 他们好像在讲这个灵状的灵状 他们好像在讲这个灵状的灵状 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地方 他们在耶路撒冷最高的地方 他们在最高的地方 他们在最高的地方 然后下坡 然后在上坡 在这个另外一个地方 在那边要庆祝 赶南山 他们要爬到赶南山 在这个赶南山 就是政治的权士 和宗教的权士 在那边要捉拿耶稣 但是这个音乐 是在这个前面 但是 ao mesmo tempo 她 celebra a vitória e她 termina 这个词 那么在这里 她表现出 很不同的想法 在经上这么说 他们唱诗了以后 就出去往港南山去 非常困难让我们了解 让我们了解 怎么来庆祝 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 都要庆祝 我看到有人跳舞 有人看到一个 很久没有看到人 他们就跑过去抱着他 很多人 踢了足球 踢进去 他们就得 欢喜庆祝 有的人用很不同的方法 就是 但是 但是 更特别的庆祝 就是 唱 com júbilo 唱 得胜 每个人 一起来唱 所以今天 当我们今天 在说 这个 完全的得胜 就是 完全的得胜 二者的时候 今天是我们唱歌的时候 唱歌 再唱歌 因为是特别的日子 我们今天在庆祝 我们今天在庆祝 就是 Handel在很多很多年前他所写的 当他在想这个耶稣的经过的时候 他在想要怎么表现出来 他那个时候睡得很少 他没有吃 他在说好像这个天打开了 然后进入了这个地 然后他被圣灵的充满 就是我们今天所唱的 因为我们所说 我们一般所说的 耶稣基督我们的王 但是我们的表现不够 其实他完全得胜的死亡 让我们来唱 我们从心里来唱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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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